中國大陸發生一個 非常奇怪的新聞 詭異的新聞 在湖南省岳陽市平江鎮嘉義鎮 這一個小地方 小村鎮裡面 突然大家開車經過說 怎麼樹立這麼多的T字 T罷看板 裡面都說猥褻未成年是重刑 三年以上直到死刑重罪這樣子 台灣連死刑都沒有 我們不要笑人家 人家至少樹看板 還有講到死刑 台灣連死刑都沒有 甚至我們很多都關門了多久 好 中國大陸是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台灣台北市 發生了一個幼兒園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大家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我們幼兒園 又或者學校裡面 有性侵的加害者 我們的政府的法令 非常的複雜 有的說可以公布 有的說不可以公布 你公布我就要懲罰你 但是今天我們的 衛福部的司長 保護司司長 告訴電視台的這些記者們一個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都說性侵案報導不能報 這是誤解 大家誤會了 沒有不能報可以報 幼兒園不算學校 所以沒有在他們禁止的範圍 然後加害者的資料名字可以講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說不能講 所以現在大家討論台北幼兒園 有園長之子的這個性侵案 名字可以報 你可以報 但前陣子我們有同業 立刻發了一個新聞說 我們之前被台北市衛生局 罰了三萬塊 到底是你地方跟中央見解不一樣 還是規範在哪裡 因為我們就有一條法令 你不可以揭露這些資訊 足以辨識被害者 我知道加害者 比如說他是園長兒子 我能不能知道受害者是誰 可以 我罰不罰 罰 要不要公布 民眾說要 那到底是怎麼樣 到底做法是什麼 大家補殺殺 看不清楚 然後第二個又來了 新北市選舉的時候 我們在總統選舉的時候 新北市有一個衛藥案 民進黨看到說可以打擊政敵 管他小朋友什麼權利 我就矛起來弓 矛起來扭矩 帶風向 現在又來了 台北市又來了 新北市幼兒園我先告訴大家 整個事情來龍去脈 2022年7月的時候 有家長通報 當時通報是一個個案 他們調了監視器 檢察官也去調查 這個不是台北市政府調查而已 台北市政府跟檢察官 都認為沒有證據 所以沒有起訴 後來中間有卡了一個新法 就是在2023年3月的時候 有一個新法上路 他說如果有涉案的話 就要終身禁用 但是在2023年6月13號的時候 他們確定就是沒有證據 現在民進黨就倒過來講說 你怎麼沒法終身禁用 問題是這個案子不是用新法 到了2023年7月 就整整過了一年 又再一次的接到通報 說有這個性侵的事件 後來當時去調相關的監視器 證明是屬實的 真的有這回事 所以他們重罰行為人跟負責人 終身都不可以在教保服務任教機構 但民進黨現在就混淆了 混淆整個時間序 現在開始講說 那你可以處理 你怎麼慢半拍 你怎麼沒有好好處理 而且就是說讓他一犯再犯 所以讓他後面這個 本來是可以不用受害的 也受害了 民進黨就開始記者會 說你們有漏接 等於說沒有好好做到管理 民進黨也開記者會說 以前就有被檢舉 因為監視器角度沒有喬好 沒有拍到 教育局還告訴大家 沒有畫面 沒有辦法調查 家長雖然有報案 但沒有聯絡教育局 就有甩鍋的問題 博弈到底怎麼回事 先講只要對於兒童 不管是侵犯還是虐待 我個人認為直接處理疾刑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你等於是毀壞了 這個孩子一輩子 從小的因應是拿不掉的 但是對於這個事情 我們必須還是要根據 真實的情況來討論 怎麼樣讓他做得更好 而不是只是用政治意識 特意的抹黑 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我先講一下 這次台北市幼兒園的這個案子 是在民國111年7月份的時候 家長先到警察局報案 是去警察局報案 所以原警跟家長 一起到這個園內 去觀看他的監視器 第一次他沒有發現相關的事情 然後接著在同年的時候 台北市教育局也接獲通知了 因為這案子只會回到教育局來 所以他主動的跟原方 調閱相關的監視畫面 也沒有發現相關的情勢 也就是說就這個錄影帶裡面 看起來的情況 沒有被指控的行為 可能躲起來了 或者是沒有被發現到 所以當這個案子 在112年6月的時候 台北地檢署 就以沒有足夠的證據為由 不起訴處分 112年6月的時候 結果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在7月中旬 蔣市府接過第二次通報 這個東西的確有問題 所以蔣市府一發生這個事情完之後 他馬上做相關的處置 他在10月1號的時候 就已經確定裁測了 這個所謂幼兒園的設立許可 停止營業 以及所有相關的人士 不能夠繼續使用 但很多人會疑問 為什麼7月中旬 你接到通報 10月份才做出相關的決定 因為他開了4次的委員會 在112年的8月份 9月份都開了 甚至在10月之後 11月以及今年的2月份 都開了委員會來處置相關的事情 為了 那什麼時候知道確證的證據 是7月就知道嗎 那時候就知道了 7月就知道 他都掉進來 到10月才開始做出處分 沒有 他這東西掉進來 他的委員會會 證據他調過來的東西 包括檢調了一些相關的一些收證 來確定是否屬實 但問題是我要講 他們能先暫時處分嗎 對 沒錯 這次我要講的 就是雖然市長在3個月之內 就完全把事情告一個段落 我個人認為還是太慢 如果你當時拿到政局充足的話 我覺得這些委員會 其實不用開了 你直接做強制的先處分 讓這整個事件停止下來 不要讓幼兒受到更嚴重的創傷 我覺得這是該做的 所以雖然蔣市長現在做了 但有另外一點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現在民進黨的這一些立委 出來開記者會講這些事情 但徐曉星就整理出來說 我們掉了過去那一段時間 前前後後 你民進黨這位立委你都沒有關心 吳佩儀你都沒有關心 怎麼突然現在 鄭文燦被收押之後 我就矛起來 沒錯 所以很明顯的 對很多綠營的民意代表而言 他在意的 不是這些兒童的安不安全 而是在意的政黨有沒有利益 選擇性的來攻擊 我覺得是非常糟糕的 要知道兒少的問題 真的沒有任何顏色色彩 該怎麼做 就怎麼做 也拜託衛福部 不要再講這些插話了 什麼叫性侵案件 都不能夠報導失誤解 因為幼兒也不算學校 所以沒有被禁止公佈 名稱以及加害者資訊 在講什麼東西 如果幼兒園不是學校 你告訴幼兒園是什麼東西 戰鬥營嗎 我個人非常的堅持 而且也希望 就是如果未來 還有任何這種事情發生 幼兒園的名稱 以及加害者資訊 即時公佈 馬上公佈 讓所有人都知道 相關事情是怎麼樣 不要讓我們的孩子 讓我們的家庭 再受到這種惡性的摧殘了 而且調查之前 就應該先有一次基本的動作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rap